疫情讓人好猶豫 對 莫名其妙真的讓我想罵髒話就是說 世界氣氛就是要讓我們躺平 然後 你做的很多努力都白費 就是說你擔心也沒有用 像我們辣貝貝現在南希店的業績一直往下掉 然後掉了四成以上 現在這個大環境讓人家 不敢進去美食街 所以當然可以外帶 你可以不要在那邊吃 但是話說回來 大家會覺得待在安全的地方 就是有那種 哪裡都不想去的感覺 你就想說你說努力都好像白費 然後幹嘛呢 那我就耍廢嘛 那可是你會覺得說已經耍廢兩年了 然後你就會很害怕說到底怎麼辦這樣 疫情讓人好憂鬱 對 我其實也想跟你們聊這一集 莫名其妙真的讓我想罵髒話就是說 世界氣氛就是要讓我們躺平 然後 你做的很多努力都白費 然後 我知道很多人的工作 比如說他已經蓄勢待發 他計畫好了 正要進行 結果就喊咖 而且一喊咖是喊很久 就像我們演唱會也是這樣子 就說你擔心也沒有用 像我們蠟貝貝現在在南西店的業績一直往下掉 然後掉了四成以上 然後店長真的很心痛又很擔心 可是我就跟他說沒辦法 我說大家都不好不是折我不好 可是現在這個大環境讓人家不敢進去美食街 所以當然可以外帶你可以不要在那邊吃 但是話說回來大家會覺得待在安全的地方 就是有那種哪裡都不想去的感覺 就是這樣很討厭一直跟著政府的政策 但病毒還是防不住 就常說 你說真的要群體免疫嗎 其實你也會怕家裡的老人或是小孩 那沒打過疫苗的也有很多 所以你就會害怕 然後你就會覺得 怎辦 然後比如說像我個人很小的一個演唱會 就會覺得遙遙無奇 或者是好不容易你去做個餐廳 結果現在又不能餐廳的生意被影響 那你就想說你所有努力都好像白費 然後幹嘛呢 那我就耍費嘛 那可是你又覺得說已經耍費兩年了耶 然後你就會很害怕說到底怎麼辦這樣 你看已經兩年了 然後你又擔心孩子健康 又擔心孩子的血液 考解多保重不要被感染到病毒 就是如果感染到我們就只能好好度過啦 請大家多喝一喝維他命C 然後多喝水 好不好 哈哈哈 喝 笑 給汽球吃光 眼看啊 眼看啊 慢慢慢慢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何浩辰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博毅 哈囉大家好我是李博藝 哈囉大家好我是國書瑤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哈囉大家好我是依依杰 啊啊啊 啊啊啊 啊啊 吳哲 一直覺得 我覺得秀女座跟水瓶座應該蠻不合的 真的嗎 對對對 看什麼看 快聽了 快